最主要的目的 你第一個想吃的美食是什麼 蚵仔煎 一開口就說想吃蚵仔煎好結地氣 美國加州佛麗盟市台裔副市長黃傑怡 來到高雄市議會 拜訪議長康玉成 因為我們市議會現在是有七位 包括市長 所以他如果當選市長 他同時會是市議員的宣派 對 所以是預算自己審 聊聊彼此制度 這也是疫情影響 睽違三年第一組外賓 黃傑怡透露當地台橋 都很想念台灣水果 希望燒到美國去 其實這是私人返鄉行程 將近兩個禮拜 但其實這次是私人行程 就是帶家人回來 因為疫情就是 小朋友四五年沒有回來 就是已經對台灣印象就比較少了 所以就帶他們過來 黃傑怡新北市出生 外公外婆住高雄 高中後到美國生活 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畢業 還攻讀中醫碩士 之前選上 馮麗蒙第一選區私議員 馮麗蒙是科技重鎮 兩屆強化交流 聚焦智慧城市 黃傑接著拜會高雄市長陳其邁 進行城市對話 深化台美關係更要讓世界 看見台灣 今新聞昨晚 臨離青陽市武器嘉玲 採訪報道 立刻下載進行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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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